柯文哲現在是不是已經把 韓國瑜當成唯一假想敵 所以韓國瑜休息練歸習大法 他就要一邊咳一邊爬 爬6小時 證明說我的身體比韓國瑜好 柯文哲跟韓國瑜 我們講說中序一戰 就算他們兩個 沒有真的成為參選 其實有很多人在問 覺得怎麼樣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我的看法 我覺得韓國瑜60%會選總統 60% 就是超過一半的意思 為什麼60% 就是說因為國民黨內 還有這麼多的人在卡 國民黨內還有這麼多的人 在覺得說不應該這樣做 剛剛前一段大家討論就是說 把他就是憑哥講的 徵召韓國瑜初選 其實把他納進來以後看 可是問題初選法三成的黨員 我黨員我到底要投給誰 選票上面沒有這個人 我黨員初選的時候 我不可能把他直接納進來 開放一個空白格可以大家寫 張三珍講說 Why not 曾招就要放進選票了 因為如果他選票上有他的名字 這樣跟他自己領表 其實基本上是有一點差別 但意義不大就表示你已經跑去了 他是被強迫進入初選 那就是這樣 你既然是為了黨 那你還是為了高雄 這個時候民進黨就會盡量的卡他 我直接講幾個階段 從民進黨看 把韓國瑜捧高 但最後他沒選 是最完美的劇本 就是韓國瑜非常強 馬王朱武逼咖 或者是變小咖 然後能量也不夠 最好還互相罵 現在看起來就這種狀況 剛剛燕修覺得沒有 我在旁邊看我覺得有 朱立倫選王金平會停嗎 王金平代表國民黨 朱立倫會幫嗎 武敦義主席 他會伸下他的雙臂去推嗎 還是站棺 看不見 大家對於這幾位大佬們 其實已經沒有太多的包容心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如果是這樣的狀況之下 韓國瑜最後沒有出來選 我認為60 我認為柯文哲 80%會選總統 80% 也不是100% 因為如果形勢真的不妙 覺得下去以後 也不會當選的話 他那個賭注很大 但是韓國瑜跟柯文哲 都有一個狀況 他們相同的 就是2020的 參選總統的當選機率 遠遠可能比2024更高 因為到時候 我們可能不知道 那時候狀況 我以為你要講什麼 還有緊張的意義 我不知道 所以這兩個人 就是對於 你是勸他們說 要選就跳下來選 要選這塊 2024沒有機會 我從來不勸 我從來不告訴網友 或是觀眾要投給誰 因為好不好你自己判斷 我也不會去勸政 你該怎麼做決定 但是我從來不看 好或不好 就像我講朱立倫 起手是不好 也不是說 我就討厭他或怎麼樣 不是 我是看到 他的第一個禮拜的 這個媒體操作跟議題 我覺得不妙 這是我對朱立倫的看法 再過來 我剛剛講了 我對王金平的看法 王金平也在試圖 讓我們剛剛講這個問題的 韓國瑜就是什麼 找到了一個出口 不然這樣也好 既然韓國瑜也不領票 然後王金平又願意當四年 接下來會講更白 我王金平四年會讓 其他人四年會讓嗎 所以韓國瑜就等不到 所以還是要投我 而且他一定會對高雄的建設 做200%的保證 我當總統 高雄絕對沒問題 我們大家 你要多少資源 要多少錢 全部都給你 所以王總統挺韓市長 高雄就發大財 之後你再去 高雄人就會諒解你了 所以你也沒有落跑的問題 無縫接軌 所以韓國瑜內心 我不相信任何一個人 都有100%的一個看法 對於一個事情要做或不做 一定都會伸縮 就是他會去想說 我選是那樣 不選是那樣 韓國瑜也會 所以王金平現在正在 用隔空喊話的方式去 讓韓國瑜內心的 要選不選的聲音去拉鋸 好像不選比較好 不選的話我幫他 他當上以後 四年以後換我 然後我高雄也不會在 陸竹岡山還在那邊來公文 對不對 他直接就發錢下來了 我就可以做好了 對不對 好像也不錯 所以他試圖在說服 韓國瑜內心那一個熱血的 我要出來的那個人 可是這種狀況之下 最後如果韓國瑜沒有出來 重點是選民 選民根本不要 你看柯文哲跟韓國瑜 為什麼我說到現在為止 上禮拜他還沒騎車去 我就跟大家講 我在聲容說不會見 就算有時間對不對 棒球的向陽杯也可以取消 對不對 不是時間 也不是身體 因為現在這個時刻 韓國瑜連四大天王 黨內 他連黨內的天王 他都不會主動要去跟誰 站在一起 何況是一個要跟他選的 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今天也生氣 記者還在問這個事情說 韓國瑜這幾天都沒有 他都沒有出現 他行程取消三個 然後網路聲量我們一看 你還是輸 不是做部落客 做企業 他也生氣了 接下來這狀況他會繼續生氣 可是他有一個怎麼講 就是韓國瑜比較沒有的問題 就是說至少他是個無黨籍的 他要不要參選 他可以拖到中選會最後登記之前 對他來講 1500萬跟所謂28萬的連署 我說如果柯文哲要選的話 他的目標是100萬 100萬的連署 實名連署 然後並且成立他的網路的群組 LINE的或怎麼樣 以後他就變成這個網路黨 他的實質能夠直接傳達的 那個人數非常驚人 韓國瑜現在的LINE 剛剛你看他的那一篇有沒有 說我不是林丹宇 下面也有hashtag說 我的LINE到50萬 柯文哲是希望一次就100萬 上次的柯P好朋友失敗 有個資法的關係 所以柯文哲跟韓國瑜 是勢比一戰的 就算他們兩個沒有 如果我剛剛講的 60%韓國瑜選總統 80%柯文哲選總統 沒有真的成為總統參選人 這個機率不高 但也存在 但是他們也會被去討論 都是你的影響力到底有多少 現在韓國瑜很清楚了 他在國民黨內的影響力 是最高的 柯文哲至少他的民調跟影響力 在綠營當中 所以大家講綠白合作 有沒有可能柯文哲最後他沒選 有可能 我說20%他不選80%他要選 他如果沒選的話 會支持蔡英文嗎 柯文哲媽媽已經講了 如果韓國瑜不選 我覺得我不知道 我只是蔡英文總統 所以他就在釋出個訊息 就是說蔡英文為什麼也還在 拉攏賴清德跟柯文哲 就是如果柯文哲沒選 而賴清德有原因 最後他願意當我的副手的話 國民黨裡面又亂成一團 又沒有韓國瑜 觀眾朋友 我不覺得2020蔡英文一定不會贏 如果照這樣行之下去的話 柯文哲 我不覺得 如果照這樣走下去 我剛剛已經講了 朱立倫 王金平 這樣子整個殺下去 韓國瑜 我跟你講 最慘的狀況就對了 萬分之一 你也萬分之一 萬分之一也有可能 怎麼會不可能 剛剛賴教授已經分析了 萬分之一就是最可能發生的 那一種情況了 柯文哲沒選 然後他去支持了蔡英文 所有民進黨73選舉的立委 都大方 因為柯文哲自己不選了 白綠可以合作了 都去幫他們站台 連燕秀那一區的民進黨 他也會去幫他站台 然後韓國瑜沒有出來 下面四大天王 打著一團爛仗以後 彼此之間 國民黨內打不用錢 王內戶打不用錢 大家都知道 就不用我講 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他勢力又分 我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就一句話講完 我講這句話得罪人 不過十萬將是旗械甲 竟無一人是男兒 四年前吳敦毅 朱立倫 王金平都在 沒有人登記會變紅袖珠 還被換柱對不對 所以我之前講說 當年換柱 今年換柱 就是說因緣輪回 你今天 為什麼四年前大家都不出來 為什麼四年後全部都要出來 因為去年1124的大選 我跟大家講 去年2018年11月24號之前 我不相信他們有這麼的積極 這麼的打死不退 因為現在形勢大好 覺得說我們現在機會大好 所以我說形勢大好 機會大壞 就是因為國民黨的天王龍都覺得說 這有點像是台南跟高雄 去年的民進黨黨內初選 我只要被國民黨提名 我的牙 因為蔡英文輸200萬票 特董對不對 但是這種心態 大家擠破頭都打死不讓 也沒有機制 也不肯退縮 也不肯妥協的裝置這樣 最後國民黨的天王互打 韓國瑜沒出來 天王互打 彼此不挺對方 人民看得討厭 柯文哲沒選 他去支持蔡英文 蔡英文又找到了賴心得 民進黨又團結 25到30又拱回來了 最後拔布 國民黨2020沒有執政 那也是可能發生 人民的選擇是這樣 那也就是這樣 所以萬中選一的機會 永遠都可能發生